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我们每个月都能在香港相聚一次 然后来学习朱子芝加歌颜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学到哪里 时间有点久 我们上次学到第62页 子孙虽于经书不可不读 我们来接着往下来学习 下一句经句是居身勿其质朴 讲的是持身要读实 做人要有诚意 那么这句话呢 从它字面的意思翻译呢 居是安住的意思 我们讲居住 身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 物呢就是指一定要 质呢就是指非常的有质朴感 就这个人很厚道 朴实朴实 那有的版本呢是讲居身物气简朴 但实际上呢用这个居身物气质朴呢 意思呢更圆满 他表示呢我们其实呢 从身在外到心里面 做人呢都很真诚 很朴实 没有那些很花烧的表面的东西 那在现代社会呢 这句话看着比较容易 实际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啊 大家在为人处事很多方面呢 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就不由自主的会出于种种目的 说一些很花哨的语言 我们讲不实语 虚伪的语言 然后呢 外表呢也是追求过于凡事的东西 那么在为人补塑上面 为人心地比较制成上面 都缺少很多 这也跟从小的家教很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对经典的学习越深入 你会发现呢 它都是一个化繁就解的一个过程 就是越简单的东西 越质朴的东西 越朴素的东西 越吸引人 越耐人寻味 就像我们吃东西 你感觉那些花样很多的 其实你可能都不会愿意吃很久 但是就是白开水 什么都没有 你会很耐烦地喝一辈子 你不会说很久一年两年 你都不喝白开水 我记得我在去年 有一次看这个报道 一个小男孩大概是13岁 他将近五六年 从来没喝过白开水 因为呢 他家里是做小生意的 所以呢很宠爱这个男孩 给这个孩子啊 全都是喝果汁 喝饮料 最后这个男孩子 得的是这个严重的糖尿病 就去世了 13岁很小 严重的糖尿病 所以你看哈 做人就是这样 不要讲得太繁华 我们买东西也是 我觉得我就很喜欢 每次我来香港都去逛的店 就是无印良品 也无印的东西吧 就是很简单 没有那么多很复杂的装饰 你用的就很耐久 我们要觉得很复杂的东西 你确实就很难用得久 那么在中国式的这本书里呢 他讲到 他一般是从心到身 从内到外 两个方面去讲述 讲心内有成 要乐言敏试 什么意思呢 就讲我们做人呢 心内永远都要有这种 真诚实意 做人要厚道 不要有很多技巧 很多谄媚 这样的人呢 他会在生活中 给自己设很多障碍 好像你短时间相处啊 你觉得他很能够让你愉悦 但是时间久了呢 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滑耳不识 我们生活中很实用的一刻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老人家都知道 要懂得识人 无论你是做企业家 还是平时要交友 还是你要教你的孩子 你都要懂得去认识不同的人 你要不懂得认人呢 这个人就会在生活中少了很多智慧 会遇到很多挫折 所以呢 我们记得在五种衣归中啊 有一篇叫 新相片 钟博士在出家前也讲过 新相片呢 讲的就是诗人 你看啊 我们在生活中你会发现 我自己感觉到 跟你说的越多的 说的越很漂亮的 让你很心动的 这样的朋友肯定出不场 话语很少的 说一句就做一句 很实在的人 一般都能处得很久 乃至于我们结婚要选择 对方 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 这样的人也是如此 一个女孩子很能讲 外表装饰得很漂亮 估计呢 都很难能够在家里 超持家务 进厨房做饭 你看着外表很朴素的 往往呢 她能够把家打理得很好 所以现在的人呢 要在这方面 要有一个智慧 我们持身为人 要笃实朴素 这种人品呢 是我们做人的一个 基本品质 在论语中 孔老夫子有一句话 叫 巧言令色 咸语人 巧言呢 这个巧啊 就是说讲那些 很好听的话 令色呢 令呢 就是让外表的颜色呢 看着比较好看 所谓装模作样 做出来这样的功夫 斜语人 写是缺少 像这样的人呢 很少有这种人德 在心地上的功夫呢 就会差很多 那么 我们在平时中呢 怎么样修行 确实要 谈到这个问题 人不单纯是我们说 学佛的佛教徒要修行 乃至于普通人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行为呢 包括三方面 身 口意 身是我们身体的动作 口呢 是我们张嘴说话 心呢 这个意呢 是我们心理的活动 所以这个行为呢 包括我们外面的两种行为 身体和言语 以及呢 我们的思想的这种活动 这两方面的 两大类的活动 三方面 我们都需要去修正 怎么样修正呢 就是依据啊 古圣歇贤的教导 按照古人的教诲来改正 妄想太多了呢 就把妄念放下 让心地越来越清静 身体如果照做了不好的行为 我们讲杀生啊 偷盗啊 偷盗啊 邪淫呢 这些呢 也尽量地不要去照做 言语上呢 就不要去 说一些妄语 说一些 奇语 我们讲花言巧语的话 以及呢 两舌的话 是非的话 说一些恶口的话 这样子的话呢 让我们的两方面的行为 都越来越 归于纯正 归向于 真正的 善良的行为 那么在平时呢 我们知道 人非圣贤呢 孰能无过 过耳能改 善莫大念 平时呢 我们会 学佛的人都会说 习气很重 会不由自主地会犯 那么我身边 曾经有个同学呢 也曾经问过 说老师 我有哪些习气 我的回答呢 就是说 我说确实呢 你谈不到习气两个字 习气呢 是对于修行人的来讲 他要改习气 改毛病 那完全不想改的 还很沉迷于这种 生活的 那就谈不到 那样的生活呢 确实是很苦 所以我们在 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呢 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呢 从原先的这种苦呢 导向这种乐 真正的乐呢 不是物质上的 而是心理上的 非常的安乐 非常的心态 非常的平稳 没有任何的压力 压力 没有任何的抑郁 永远呢 都是神定 气贤 永远都是 身心呢 都很自在 他明白 真正的道理是什么 他就会安住 就像 有一个同学跟我讲 他说老师 我家以前呢 房子很大 我呢就 经常想 因为他要每天收拾 这房子 做很多家务 他什么时候 这个房子 能变小点 我就可以 不用干那么多活 后来呢 来到道场 发现这个房子 比家里大好几倍 还要干那些活 还要收拾 他跟我分享 我说你应该知道 人来到世界 第一件事情 要学会任命 你命中 要干多少活 是命中注定的 人真的很难 去跟命运 去做斗争 除非你 能够认识到 这真相 能够去 心甘其愿地 接受 然后呢 自己呢 断恶修缮 积功伟德 才能改变 你说你只是想 逃避呀 只是想 一味地 偷懒呢 懈怠呀 懒散一点呢 其实只会让自己呢 欠的这个债 越来越多 我说你要 注定这辈子 要干十个 大屋子的活 每个大屋子 干十年 你就慢慢干 本来你干不完 还有一个同学呢 他原先呢 最不喜欢 嘈杂的环境 所以呢 他自己想想呢 他说我要 不要到道场 道场人都多 十个人都多 我要去当老师 我呢 他的想法是很好 我当老师呢 教小孩子 心很清静 面对的环境 也很清静 而且呢 找一个传统文化的学校 然后还能挣钱 想的都很好 结果前一段 我就接到他的 转信 道老师 我发现这里更闹 虽然是传统文化的学校 实际上呢 校长不学传统文化 招收的孩子呢 也不是学传统文化的 孩子呢 特别的吵人 所以呢 心里头也很烦 我们在佛法中讲 依报随着正报 正报是指我们 自己的一个身 依报呢 是我们面对的 这个环境 环境包括物质环境 包括人事环境 包括整个大自然的环境 你这些环境呢 全部是根据你的心 转变的 你的心还是原来那个心 没有修 没有改 你这个外面所面对的环境 不会改的 你就是怎么逃 你从地球逃到外星球去 都逃不掉你自己的这个业力 所以人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之后呢 你就会身心很安住 我们讲既来之则安之 像这个弟子规里讲的 居有长 业无变 居处呢 要固定 你所干的事业呢 要长期的做 一门深入 长期熏休 你就会发现呢 你的衣报 全都跟着转变了 虽然你没有 来回折腾搬家 但是你周围的环境 越来越好 虽然你没有换工作 但是你身边的这个同事呢 越来越好 你要学佛的话呢 身边的善友呢 越来越多 良师呢 越来越多 这是人生的乐处 所以大家要懂得在这里 明白 去改正 哪怕年纪大了 我们也要保持一种精神 所谓啊 活到了 学到了 不能说年纪大了 人就颓废了 不要这样活 要活得很精神 很自在 四十岁呢 像二十岁 六十岁呢 像四十岁 八十岁呢 像六十岁 人家永远看不到 你真实的年龄 因为你的心理年龄 永远是超越于 十岁年龄 永远那么年轻 那么 孔老夫子教导我们 真正的君子啊 在言语上 他是比较迟钝 不善讲 不会啊 到处啊 去 很能讲 很能说 君子 愣于言 愣呢 就是迟钝 而敏于行 敏是很敏捷 在行为上呢 很敏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啊 抢先说话 不要随便说话 说话呢 要慎重 那么这里讲的 愣 愣于言 这个愈字呢 非常重要 我们要学会 减少言语 少说都做 在行动上呢 要有效率 一个人呢 他太能讲了 从口里啊 露出来的东西 就太多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呢 言语是很少的 该说的时候 他说 不该说的时候 他绝对不说 西字 如今呢 珍惜自己的言语 就像黄金一样 但是一旦说出来的呢 都是正语 正见 能够让人启发 能够给人启发 给人语智慧 让人听了 心里很欢畅 而不是啊 听了之后 会很烦躁 或者是 让人家产生 这种邪知邪见 不会这样 那么在大学里呢 也说到 所谓成其意者 物自欺 就是不自欺的意思 如恶恶 秀 如浩浩瑟 此之谓自欠 故君子 必胜起毒也 那这里讲的是 自己呢 一定要在心地上 着实用力 就像厌恶 臭味一样 不喜欢不好的东西 那么喜欢好的东西呢 就像喜欢美色一样 有丝毫的恶 要断除 看见别人有点滴的善 都善于学习 养成自己自欠的美德 在任何地方 跟任何人相处 他只有提升 没有堕落 这个人的一生呢 就是圆满的 他来到人间呢 就没有白走一遭 就不会活得 雍雍碌碌 自己呢 稀里糊涂的 就到网了 每一天都要进步 我们讲狗日新 日日新 明天呢 会比今天活得精彩 明年呢 会比今年活得更精彩 那圣气毒呢 圣毒是诚意的关键 就说哪怕我一个人 在独自在一个 黑暗的屋子里 我都会持身很严谨 对于自己威信的恶念 都要给他斩除干净 决定呢 不让他增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自欺呢 要始于自己的 面对自己的时候 自己不要欺骗自己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呢 自己独处的时候 最能够明白 我是不是 没有人在的时候 我就呼呼睡大觉 反正没有人检查 尤其是在道场里 睡到三点四点 起来舒舒服服的 没有人在的时候呢 我就看一些不好的书 上一些不好的网站 这些都是骗自己 自己就把自己啊 这一生给耽误了 因为在人的一生当中 你唯一摆脱不了的 就是因果两个字 你做的所有的事 都会种下这个因 就像撒种子一样 每天我们都在撒 我们的身在撒 我们的口在撒 我们的意念也在往往撒 你最后呢 到你这一生 结束的时候 就总算账 你是恶多还是善多 那个时候呢 人是最苦的 所以大家呢 可能都比较少 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医院 一个是火葬场 你常常走走这两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人生啊 真的是不能够 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看啊 到医院里 现在的医院 真的是不能进 进去是很苦 我认识一个 祝念团的团长 经常到这里 跟我去聊聊天 跟我讲 我只问他 我说你给人祝念呢 你这个最小的 往生的是多大 他说只有七岁 然后有十岁的 十一岁的 十七岁的 二十多岁的 全都有 所以在生死路上 是无老少 你不能很肯定的说 我就能活八十岁 九十岁 释迦牟尼佛当年 能够那么毅然决然地 离开尊贵的王宫 舍弃爱妻 离开那么爱他的父子 他就是为了办一件事情 了生死 因为他看到生老病死 自己呢 也是这样 也摆脱不了 怎么办呢 要找到这个解脱的道 所以我最近在看这个释迦牟 我就很感慨 那佛呢 在当年呢 真的是 无量节来修行的 这个善根成熟了 毅然决然地 能够离开家 那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这一生呢 如果不能够成就的话 也是麻烦 虽然我们学的是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根基 从做人开始 但是仅是做人是不够的 这一生你人做得很圆满 但是你走的时候呢 你没有好好地修行 还是离不开生死大事 所以我记得今年 我们去澳洲金融学院学习 听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就是 好人不是修行人 好人也离不开生死 也离不开六道轮回 所以我跟一些同学就说 我说你做再多的善事 如果没有把了生死的大事 放在眼前 其实呢 你只是说 来生呢 去想这个福报而已 然后去堕落 这些全是我们修行的根基 但是在这个根基基础之上 你要往上升 就像种菜一样 你不能指望这个菜 种下去之后 永远在地底下 不长出土 不往上去破土 而往上增长 这个增长的过程 就是我们这一生要把这个大事也换了 所以这是 我们这一生能学佛的好处 那么 为人呢 和 对待自己 是一桩事 对待别人真诚 对自己 肯定也真诚 你真正对身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你总是想着 别人怎么不好 其实呢 自己呢 在这里也是堕落 所以你往外发散的一切的行为 包括你的意念 到最后啊 全部都反馈到你的心里来 你对十个人好 这十人肯定对你好 你对整个地球的人都好 这地球人都对你好 你看身边都讨厌 哪个都不喜欢 最后呢 大家也讨厌你 我就遇到一个小女孩 没有感恩的心 本来她的事情呢 也有一些义工发信 去帮助她 结果呢 她就是在这里 还要挑 老师你看哪个义工 好好的 过来来 那意思照顾我 我没钱啊 你们得给我拿钱 大家谁都不愿意去得更强 后来我就给她发短信 我说你要知道 义工呢 它是义务的 那大家拿钱呢 去帮助你也是发心 因为每个人也不是说 赚钱很容易 或者很富裕 你要纯一个感恩的心 你不能在这里挑挑拣拣呢 还要在这里头 生这个抱怨 贤迹 这种心 这心都不好 你的果报呢 就是让大家都不愿意去帮你 你何必给自己中这个恶因呢 所以人真的这一生 所有的果报 都是自己造作的 真的不用抱怨 你抱怨一点用意都没有 那么 为人为己呢 都要在成字上 做好功夫 成呢 功夫啊 司马光跟我们讲 司马光是宋朝的名相 他说 尽心行己之要 就是一个成字 其功夫呢 先字不忘于使 不忘于呢 就是不讲假话 不自欺欺人 不骗别人 也不骗自己 一生 努力去奉行 绝不掩盖自己的错误 要真诚的面对自己 这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说妄语啊 或者是自己骗自己 是不由自主的 他并不是说 故意要这样做 但是呢 他可能做的时候 没想什么 做完了觉得 哎呀 好像不应该 所以呢 要常学习 常听经教 经教唯一的目的是提醒我们 警惕自己不要这样做 这很重要 那我们下来再看第十六讲 这一讲呢 是这全篇最关键的一讲 大家如果有书呢 就翻到第六十六页 讲的是 家道制药 莫若教子 经句是训子 要有一方 训呢 是教训的训 子呢 是指自己的儿女 要有一方 意呢 是正确的 适当的 方法 道理 也就是告诫 我们教导子孙后代 要用正确的方法 适当的教诲 才能够把子孙呢 教养成人 成为一个 谦谦的 有德君子 那么一个家庭 它的家业 家道 家风的传承 都是靠家庭教育 来成就的 那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呢 确实是无可比拟的 那怎么教 教什么 谁来负责 承担这个教育的使命 这是一个家庭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中国古代呢 他就沾然的进行分工 所谓夫妇有别 这个别呢 就是分开 男的呢 你出去 负责赚钱 承担起这个家庭的经济重任 那母亲呢 要负责教导孩子 那 教什么呢 就是教这个中国 自古以来 五千年传承的 这些经典 弟子归啊 这些 太上改名篇呢 朱子这家格言 了凡四序 很多古时候的家序 都是差不多 这样呢 承传下来 所以古人讲 制药 莫若读书 制药 莫若教子 印光大师呢 在文朝里面 也多次强调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他老人家说 人家遇新 必由家规严整时 人家遇败 必由家规颓废时 新家 从哪里新呢 要有严格的家规 一个家庭也好 一个道场也好 一个企业也好 乃至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他都离不开规矩 所谓家二 有家法 国有国规 你这个没有规矩呢 就都乱套 规矩呢 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 来定的 而是按照 自古承传下来的 古圣先天的道理 去定的 那么像弟子规呢 它是讲的 其实是一个框架 一个原则 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细节 需要我们去 从微细处去着手 一点一点的去 在家里头去纠正 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庭啊 为什么 大家来学习 诸子这家格言 第一章事情 比如说 早晨一起来 我跟我身边的同学 一起住就发现 早晨一起来 要想着开窗户 换空气 然后呢 要收拾家务 做早餐 晚上呢 第一件事情 要拉窗户 看看检查一下 门窗有没有锁好 水电煤气啊 有没有关好 然后呢 再上床 安稳地睡觉 安稳地睡觉 像那个 我在家里头 也有教他们 因为那个WiFi呢 晚上我都要求他们 拔下来 因为他在床的下午 睡觉 我怕影响 这些都是 每天晚上 早晨 要做的 常做的工作 那包括来人 接人带物 怎么倒茶 怎么倒水 怎么跟人打招呼 全部都要教 确实我身边 我所有的这些同学啊 这一年多 我就没有遇到过 在家里有教的 几乎每一个到我身边 都是从头到尾的 这样的告诉一遍 他说没有概念 就是入冬了 比如说要把棉被取出来 没有概念 那夏天来了 要把棉被收起来 下凉被取出来 也没有概念 然后怎么样的 整理衣物 不知道 怎么样的去早上 比如要烧水 不知道 我就举了现成的例子 昨天下午 我有一个 在香港有一个 就是多元宗教的 一个论坛 我去参加 参加完之后呢 我就去买东西 然后很晚呢 回到我住的地方 身边一个同学呢 就在家里等我 我回来的是有点晚 因为我参加完那论坛 就很晚了 大概六点多 又去吃饭 然后再逛街 就很晚 回来就都快十一点了 这个孩子呢 就坐在屋里头 坐到十一点 然后进屋呢 屋里没有热水 没烧水 喝不到水 所有的窗帘没关 所有的窗户都开着 然后自己呢 被风吹的 冻的 就感冒了 我说那你不知道 要拉窗帘吗 不知道要烧开水吗 这最基本的工作呀 那你要跟老师住 你那么小啊 光我叫老师是学生 你帮老师把被啊 给它铺上 把东西洗素的拿出来 该整理的家务整理 然后坐呢 可以读读书啊 念会儿佛呀 拜拜佛呀 都没有 就坐在等着 最后坐在桌上睡着了 睡醒了 因为没关窗户 没关这个没拉窗帘 就很冷 我说那你也不知道 找件衣服给穿上 什么都不知道 确实让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确实是太难教了 你就教二十多岁的人 就跟教那个 一两岁的小孩差不多 就除了走路和吃饭 这两样事 确实不用教 到点吃饭不用教 出来就知道 能用凉腿走路不用教 睡觉不用教 肯定是睡得比你充足 下午 我有一天去 能睡到三点半 十二点睡 睡到三点半 睡觉吃饭走路 这三件事不用操心 剩下的呢 你就要全部冲头浆 怎么说话 怎么带人接物 怎么倒水 怎么冲水 进屋做什么 出门做什么 确实很累 就是你要有无比的耐心 后来我就在想 这你说 这是 我就想自己这是干什么呢 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就会反问自己 确实他是一个培养的 一个人 人才 我们就花心思去教 也值得 如果确实不是这样的人 你看我教了一段这个孩子 把这孩子也是教了大半年 最后呢 就很潇洒的白白走了 因为免费教成功 最后回家 自己家开个超市 去到自己家去 要帮自己家赚生意去了 我当时确实很难够 所以呢 我在这方面 自己在反省自己 因为我是希望培养一工 希望能够 他为社会服务 为大众服务 不是我是一个免费的 培训机构 为你家赚钱服务 我没有这种义务 我自己家呢 也是我自己还有两个孩子 也要花时间来教 我都 我把我自己孩子弄在那 然后去教你 然后让你去回家挣钱 或者教完了之后 你跟我说不想干 或者是你怎么教 都教不出来 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需要反省 因为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教育 确实是 很让人感到头疼 就是没有这种家教 没有母亲对孩子的 这种系统的教育 就母亲在教育过程中呢 除了吃和穿呢 不知道怎么样 给他导到这个 一个有素质 有能力 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 教育理念当中 它不单单是一个 弟子规的教育 因为我接触 我儿子在国际学校 我自己就跟一些人分享 确实 我发现 国际学校的孩子的素质 其实超越我们所谓 普通学校 乃至于学传统化的学校 因为有一些 所谓教传统化的学校的孩子 那个孩子是被逼的去学的 他这个过程呢 没有那种他自动自发的兴趣 和那种 我们讲学习的那种快乐 所以他出来之后呢 他是给你鞠个宫 然后你批评他之后呢 他偷偷撇一眼瞪你一下 我就看过这样的小孩 到处都要瞪人瞥着 后来我就说 我说你这学弟子规 背得这么好 因为到我跟前七岁 就先背了一遍 我说你也没有做到 那你快不快乐 没感觉 不知道 那我带那个 我前一段 我儿子过生日 他们同学啊 八九个来 真的是素质很高 很有礼貌 都说阿姨啊 就是谢谢啊 什么的 我带他们出去玩 很有规矩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要反省 我们自己的 在教育过程中 是不是 有点 过激了 或者没有把孩子的 那种兴趣爱好 启发出来 让他发自内心的 去爱传统话 发自内心的 去爱弟子规 然后自己在某些层面上 太 对立了 比如有的人就 会跟我讲 中华传统话 怎么怎么好 我说 确实传统话 非常好 但是呢 你不能说 就 完全的否认 西方文化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 它文化 都有它的长处 我们只是说 取长不断而已 也不能说我们的文化 就是完美不缺的 这样的认知呢 我并不是很认同 因为真正的文化 它的博大精森呢 不是我们普通 普通凡夫 能够给它提炼出来的 有一些 在学习的过程中 包括我们的古人 学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走偏 那自己怎么样 在这种很深邃的文化中 找到那种根 在这 我相信 所有文化的根 其实都是共同的 就像一个大树一样 它一定是同一个根 长出来之后呢 它会有不同的展现 可能我们传统化的 这个中华传统化的展现呢 最为强有力 但是自己呢 不能说做这种对立 或者是 要么全面否定 要么就是 说得很过激的话 对于传统化本身来讲 它就要求呢 其实学习 它就是一个 不左也不用 中庸之道 永远呢 都是取长不断 永远呢 都是用谦虚谦卑的态度 去对待外面的一切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呢 从哪里开始教起呢 也是从规矩开始教起 逆好规矩之后呢 就比较好教 最关键呢 是要作为长辈的 要做到 所以上行而下效 这就是教 那么作为长者 他做出很好的样子 然后呢 就能带动下一代 我记得有很多 一些家长 给我写邮件 就是他有一些困惑 比如说前一段呢 他就说 第一个困惑 感觉呢 现在学校的课业量 特别大 孩子呢 好像 这种压力啊 也是蛮大的 那他又很想让孩子 学成能化 应该怎么办 这个好像也是很多家长 会提出来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他很想让孩子 能够学活 乃至于出家 他应该怎么样去 比如说 找到地红法师 他觉得这是 渴望不可及的 给我写信 让我帮忙 第三个呢 就是作为母亲 他觉得现在污染很重 怎么样呢 让孩子避免 很多污染 比如说 上公交车 车上有一些电视广告 不让孩子看 诸如此类的 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在这里呢 也是边讲课 边跟大家 就一一的回复 只是把我自己的 学习的心得呢 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 孩子课业量大 你呢 总是希望孩子 要放下作业 来学传统文化 这两件事情 就对立了 然后呢 你认为学校的老师不好 教的都不是传统文化 只有你教的好 老师的跟家长 就对立了 任何事情 对立了 绝对就没好下场 他就不好 就像有一个同学跟我讲 老师我要去某某地方 去扎三个根 三个根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弟子龟 然后太山改天篇 然后时尚还道经 我当时就问了这孩子一句话 我说难道到某一个地方 才能扎根吗 我说你这个扎根呢 是指做人 那你现在 你不就是在做人吗 你现在这个做人的 你就当下 你就是在扎根呢 你要明白这道理 你不用说特别跑某一个地方 去扎这个根呢 不需要呢 我们学习也是这样的 孩子所面对的这个境界 你确实没有办法去改变 你也没有办法给他去选择一个 更好的学校 也没有能力呢 去让老师不留作业 你就教孩子认真地做 做作业的过程中呢 唯一你要求的 像我对我孩子的要求 就是你 因为它国际学校是ABCDE 意识不及格 我说在E以上都可以 你拿A拿B 我很欢喜 拿C拿D呢 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呢 当然妈妈希望你拿好成绩 但是你也不要勉强自己 因为你空余的时间呢 你可以有几种选择 要么呢 你去做运动 你踢踢球啊 游泳游啊 听好 跑跑山 要么你看看书 只要是有意的书 经过我看过 可以的 都可以 要么呢 你去跟妈妈谈谈心 看一下这个 有意的动画片 电影 都可以 就这几方面 你不一定说 一定我就是 学习学习 再学习 我也不一定要求你 一定每次都是第一 只有你能第一 别人的孩子都不能第一 没有这个概念 我从我儿子一入学 我就是这个态度 所以呢 他俩确实呢 就是说 成绩太差的时候 拿E的时候 我也会发货 我说这个是不可以的 明白吗 你这个不及格了 就不行了 因为你做学生 你的本质工作呀 是要把作业量完成 把这个考试呢 要考合格 六十分以上 你现在是六十分以下 就不行 因为你爸要给你 交很多学费的 这个你要对不起你爸爸 所以也保证是地上 所以呢 两个孩子的成长 确实是挺快乐的 什么 每年的生日party肯定开 然后现在就是要 圣诞party 然后他们国际学校 还有什么万圣节呀 什么活动很多 那孩子的自我的创造能力 是很强的 你像他的生日聚会呀 所有的他的邀请函的 英文的写呀 然后所有他的这个 生日聚会中的活动的安排 时间表的安排 然后对同学的邀请函的发出 然后这个活动的组织 全部是他自己 我都不参与 然后房间的装饰 都是他自己 全部都是英文的 英文自己写 跟英文的跟同学邀请 来的同学呢 有很多都是外国人 大家在一起聚会 然后他的注意事项都写清楚 比如说有出去玩的项目 他就会英文写 这个玩的项目呢 是多少钱 你有能力的话 请你尽量自己付 没有能力呢 我也会请我妈妈 给你就是买单 然后呢 说还要注意 我母亲 我妈妈是学佛的 到我们家里 要注意你的言语 不要这个 就是对我妈妈的 中交信仰 要保语 予以尊重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他都会全部的 比如说他来都会吃肉 我肉是可以给你买吃 但是因为呢 我是不吃的 所以你的 我的条件是不能胜 因为胜了我不能够给你 要胜很多 我没有办法给你去打扫 去吃胜的 所以你就是买 吃多少买多少 一次性聚会完了 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是二量来购买 全都自己来买 所以在课业上呢 我自己觉得 确实是多的话 那就是要提升孩子的 学习的效率 你要挣扎孩子的智慧 能完成 就是尽量的完成 不要起对立 起冲突 因为呢 你一对立了 就生烦恼了 你就会有这种抵触的心 那么所有的事情 当你违背了根本 比如违背了 孝心尊士的根本 就不好 老师再不好 他在学校里 他是老师 那你永远都是家长 你唯一要教的 就是孩子要尊重老师 你要讨厌 做业量多 这作业又是老师留的 孩子肯定对老师 就生不起那种尊重 所以孩子对老师的尊重 超越一切 哪怕他没办法 这就是他的共业 他感到的业报 就是这样 不是你一个孩子 是很多孩子 都是感到 目前的这种业报 就是科业量大 但是你的根本 不能失去 就是还是要 要求他尊重老师 但是你可以要求他 只是完成 他该完成的 太多的呢 就不需要 至少成绩上 你不要求他 那出不出家呢 我就觉得都行 这不是说 这生下来的 就一定要出家 而且你要看缘分 帝王法师 现在在台湾 那么老远 我记得给我发来信的是 中国的甘肃 一个很偏僻的农村 那这个确实是比较难 但是呢 我们讲啊 人只要有这种诚心 始终如一的这样的 去追求 一定会有感应 所以自己呢 要培养孩子的 这种道心 让孩子呢 也是多修复 多念活 多呢 做一些善事 带着他 不用太执着 因为我遇到很多人都是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都是看缘分 我们人和人的相聚啊 没有别的 就像我们现在 跟在座的各位相聚 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缘分 前世呢 可能也听过我讲过 这一世呢 就在香港记得一起 生生世世呢 都会有这种法缘 所以人和人呢 都是缘聚 就在一起 缘散呢 就分开 你说你要是应求 有的时候真是求不来 那么在 教孩子的过程中呢 要明白 父母的榜样 很重要 父母对 教育的理解 对这种 教育方法的运用 特别重要 教小孩啊 就是 要特别有智慧 他不能始终用一个方法 就跟那个 做面一样 你看同样是一堆面粉 你把它做成 饺子 包子 馄饨 花卷 馒头 你可以做好多 观念是看 他喜欢吃啥 但其实都是用面做的 我们教孩子也是一样 观念看他 适应那种方法 哪种方法能让他提升 你不能一味地骂他 也不能一味地赞叹他 该鼓励的时候 赞叹的时候 要赞叹 该训他的时候 也要训斥他 你要把握住这种火红 所以能把父母做好 这个母亲呢 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在外面也能够去教导别人 因为这个孩子 就足以作为他全部的教学的对象 能够去应用了 孩子的课题是最多的 你从怀孕开始 到他的一岁 三岁 七岁成长 十年 如果你的儿女呢 已经十岁了 这十年的教学经验 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你说我孩子都二十岁了 我还当不了老师 你的整个教学就是失败了 基本上十岁的时候 你绝对教学应该是很成功的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 这个十年的教育工作 整个的这个教学就是这样 因为我陪我儿子走过来 这个十二年 十三年 我大儿今年十二岁 这十二年的过程中 我觉得给我太多的 这个教育经验了 因为他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课题 不同的那种方法来考你 你在这里呢 要放下自己的那种感情的执着 要很理智的去跟他讲话 我跟我儿子真的就是很默契 默契到什么程度呢 我有一天 因为我跟他做了规定 那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的 有一个规定呢 就是说他用IPAC可以 前提条件呢 是必须要问过我 不论是用它去玩游戏 还是做作业 都要问过我才可以用 那他就是每一次都不问我 然后每一次呢 我都跟他要发火 然后呢 最近的一次就是 我把IPAC放在楼上 我特意没有锁起来 就放在柜子上 然后呢 我就在下面 然后他也在那做作业 都很正常的那种写作业 他的作业的底板底下 有一个小拉板 坐着坐着 我就我就起来 我说起来 我拉一下 IPAC就藏在底下 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 跟我讲 你就给拿下来 他说因为我不想讲 我说你为什么不想讲 因为我习惯了不讲 我说那你为什么习惯不讲 他说因为我怕你不让我玩游戏 所以我就习惯不讲 然后我说那你这样做 你觉得好不好呢 妈妈不是让你要讲吗 说我觉得不好 她说不好为什么不改呢 因为我习惯了不改 后来我们俩对话半天之后 我一气之下 就把IPAC摔了 我说你就 以后你就不要玩了 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你做作业也不要考虑用它了 我就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呢 她就过来跟我说了好多话 她说妈妈 你看 你去年要求我两件事情 我都做到了 第一呢 不再打弟弟 确实她就没再打弟弟 第二呢 让我不再做倒数第一名 确实我现在就不是倒数第一名 我说那你倒数第几名 她说我现在倒数应该第四 第三 不是倒数第一 我就笑了 我说对 你确实是有进步 第三呢 她说你让我说实话 那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要跟你说那个 虚伪的话 你会很高兴 你也不会生气 那我确实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也对呀 我说那那IPAC什么时候都给我用 我说我还是要考虑一下 自己就要跟她去沟通很多 因为确实呢 最难教的就是自己孩子 你教外面的人都不会这么难教 为什么那么难教呢 因为孩子跟你最像 你其实就是面对自己 到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 是挺难过的 你看到那个人完全跟你一样 然后你就要去挑战这种自我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个成功的这个父母亲呢 能够交出孩子来 确实她的一生也是很不容易 那第二个问题呢 他就说了 印光大师说 教子的第二个义方是 金玉从省市省力处起手 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 使其习以成性 术后来不志在有走作 此术士善民 其家教子之第一妙法语 那么第一妙法是什么妙呢 就是因果教育 讲因果教育是最重要的 那做父母的要明白这个因果 在生活中啊 随时随地提起他这个因果的概念 你对人家善良 人家也对你善良 独断地跟他讲 我这个儿子他有个同学 日本同学 但是日本同学呢 是全班呢 他们班里十九个同学 十九个同学 其他十八个人 都认为他是最好 就是没有人会讨厌这个日本同学 人育儿特别好 长得很敦厚很老实 到我家还跟我念阿弥陀佛呢 然后我出去放生 我儿子跟他讲啊 强烈要求自己放生 特别有善根 后来我儿子就自己跟我总结 说他妈妈 他为什么这个果报是人缘很好呢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他特别善于不食 因为他的那个父亲好像是开这个日本餐厅的 所以每天给他带的饭盒都很好吃 他基本上就很少自己吃 同学只要爱吃 不管谁来 他都给拿出去 都给别人吃 然后同学不爱吃的摆在他桌上 他就吃这个不爱吃的 真的人 那小男孩非常好 然后呢 谁叫他做什么 他都很欢喜答应 我儿子就问过他一句话 说 咱们班上谁是你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儿子认为呢 他是我儿子最好的朋友 结果这日本同学就说 每一个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喜欢每一个人 所以他这个心念的力量呢 就是能够把这个因果呀 就做的就真的是善因中善果 我们要最善的因呢 是当然是总阿弥陀佛 前两天有一个港大的一个博士生的老师 去见我们老法师 他说他们做了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什么实验呢 就是找了两组人 因为他们是研究气功的 气功学 这两组人呢 一组呢 是让他念阿弥陀佛 让他念 比如念个 每天念十分钟 连着念十天 一组人呢 是让他念这个圣诞老人 也是这样 一组人呢 是什么都不念 然后呢 他测试这个人的那个脑电波 因为脑电波呢 在这个人有压力啊 紧张啊 情绪不好的时候呢 波动就很不规律 很频繁 如果是情绪状态很好 就很稳定 很和缓 这样 就测试下来之后呢 他说第一组吧 还没有 就是像念这个圣诞老人 和念阿弥陀佛呢 都差不多 然后但是都比那个什么都不念的要好 那个就胡思乱想 就波动很复杂 再隔了两组之后呢 就发现呢 念阿弥陀佛的那个状态 特别特别好 就类似像以前 我们做那个水洁经实验 什么 就是给他放这个佛号呢 这个洁经的经体 是最美的 所以呢 他们最后的报告的结果 就是当这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呢 情绪不好紧张的时候 让他多念佛号 或者多听佛号 这个情绪就很好 那么人在学了伦理道德之后 能够耻于作恶 所以呢 他能够慎读 能够诚意 这是从正面来教导他 引导他 人学了因果教育 知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不遵守伦理道德呢 也有不好的果报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 要多讲 人真的信因果之后 他就不会做恶事 一个恶念他都不会有 社会呢 他就会很容易教 否则的话呢 你确实是很难教 因果呢 是贯穿于我们 整个的生命轮回的 所以 有讲 万事皆空 因果不空 那么这篇 诸子之家格言呢 是儒家的经典 他也从头到尾 贯穿着因果的道理 我们讲 伦理道德呢 就要把它放在 因果的大框架中 去教导 尤其是孩子的教育 从小去疏导他 给他种这个善根 我们教育孩子是这样 你不管孩子怎么说 有的时候你可以就 他说他的 你说你 他的耳朵总是 能听进去 他听进去之后呢 一入耳根呢 勇为善中 他就会 有这个阿里耶 是有印象 你说多了之后 到长大了 他不由自主的 就像条件反射一样 反射出来 小的时候 妈妈最常说的 是哪句话 比如说我两个孩子 我最常说的 就是你要尊重老师 要有爱同学 要多跟同学分享 要在学校里呢 要好好学习 就常说 所以圣诞节的时候呢 小区呢 给了我两包 圣诞节的礼物 很漂亮 然后我就把这两盒礼物呢 给两个孩子 我说你们要给老师 作为圣诞礼物 两个孩子晚上呢 就在那份笔集说 写圣诞贺卡 写得很漂亮 第二天早上在路上呢 这个老二 就是弟弟呢 就有问我 就走着走着 就问我一句话 说妈妈 是不是所有最好的东西 都要给老师 我说对的 因为老师教导你们 很不容易 尊重老师 是做人的美德 不管老师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要尊重老师 他说那妈妈 我要怎么说呢 我说你用英文说 说老师 这是你的圣诞礼物 祝你圣诞节快乐 就可以了 然后晚上回来 他说 老师非常开心 说给了他一个 很大的惊喜 所以 我们在生活中 就是这样 点点滴滴的 去给他灌输 包括他的行为 你就是 他会重复的 不断的犯 你就要用 百千倍的耐心 重复的 不断的去纠正 你说一次 就到位 就不可能有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不断的讲 不断的讲 然后总是要耐心的 去说他 那么 在中国古代呢 三字经理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叫 斗燕山 有一方 焦五子 名俱阳 这是焦子有一方 一个很好的公案 这里讲的是 五代时候的 斗玉君 他是燕山人 所以用地名呢 来尊称唐 叫斗燕山 他年轻的时候 没学好 德行的也不够 所以到了 三十开外 也没有儿女 古人讲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所以呢 他自己呢 确实是 很惭愧 有一次的做梦呢 梦见自己的祖父 祖父对他说 你不但没有儿子 而且呢 还会短命 寿命不长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 种下好因 所以祖父呢 就托梦给他说 你要赶紧 修德基善 回转天意 他觉醒之后呢 马上断恶修缮 改过自行 看见任何人有需要 都立即去帮助 看见任何人有需要 资助的 马上解囊相助 自己呢 也是 非常的简朴 省下来的钱呢 全部用于布施 那么经过这样的修功累得呀 建书院呢 购置书啊 请教书先生 为四方孤寒之事讲学 结果后来呢 连生五个儿子 而且五个儿子呢 都有很好的功名和伟业 后来有梦的嘱咐啊 告诉他说 你这几年来功德浩大 名挂天草 严寿三季 一季是十二年 三季就是三十六年 而且五子呢 都很冗血 要继续勉励 不要退多 那他生的大儿子呢 当上了礼部尚书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部长 教育部部长 次旨呢 是礼部侍郎 部部长 个个都很显贵 本人呢 活到八十二岁 谈笑而失 所以人确实可以改变 自己的命运 但是最关键的呢 能不能有这种大善根 一下子就改 我们看到 在古代啊 确实有这样 做梦 梦见 仙人提点 或者出现一个什么事情 自己马上就能够放下 我们现代人 确实业障很重 你别说做梦 祖先到跟前 都不会认的 不会放到心里去 只能说明我们的福啊 太薄了 业障确实很重 怎么说都不行 这个时候要赶紧忏悔 一念忏悔的心升起来 这个业障就消了 就像表凡四序里讲的 我们的业障就像千年的暗示 没有灯光 非常的暗 你只要有一念忏悔的心 就像点燃了一辆火炬 马上就能把千年暗示呢 给照亮 所以人要长生忏悔心 长生羞愧的心 常有那种羞耻感 尤其是我们女众 就很难生起那种羞耻感 觉得确实自己很不行 确实自己很惭愧 人才能够勇于改过 有这种勇气 有这种担当 有这种勇猛的这种意愿 愿意去做 否则的话 听听而已 自己该怎么做 还怎么做 到老了之后都遭罪 人有没有福报 决定不在年轻 全部在你老年之后 你那个时候 才是福报的显现 我们看现在的这一批 年纪大的人 包括香港 我们跟好几个养老院 有合作 老年人非常状态好 98岁了 走路都很自在 自己料理生活 但是他们那个年代 确实造业少 确实业当轻 到我们这个年代 我觉得就完全不可同日而已 你过了三十年 过了四十年 你看看 儿女没教成 肯定是不孝顺 夫妻关系又不合 也没人去管谁 父母也不在了 自己一个人 孤苦伶仃 一生的病 谁来管你呢 真的是呼天天不应了 教地地物林 那真是很痛苦的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呢 要广修善 多积德 确实自己要为自己的未来去着想 人无远 律 庇有经由 想想想年纪大了怎么办 我鼓励我们做养老院的一共 我说你都发心去关心那些年纪大的老年人 将来你年纪大了吧 以后人来关心你 只要身边有缘去帮助的 全都帮助 因果就是这样的 你护念身边一切的人 别人也都护念你 你心机念念都为别人着想 人家心机念念也为你着想 人当没有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 人有自己的时候 你越执着这个我 越执着这个我身 越麻烦 这种执着是那种 最坚固的我执 最坚固的对身的执着 我们讲身界 这种见解呢 其实都是错误 身它就是四大甲合 合合而成的 它是空的 跟那个房屋啊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空的 一堆砖头雷起来 按照一种形状 它就出现一个楼了 你把那砖头都撤去 或者一个狂风来了 给它催倒 就没用 我们的身体也是 只是借着腹筋母血啊 给它构建而成 它就构建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以前是修了什么样的阴 你这一世呢 就按照那个阴 长成什么样 你相貌庄不庄严呢 身体高矮胖瘦啊 你面对的衣抱 自己住的房子大小啊 身边的人如何呀 全都是你自己的业力 敢招来呢 当这一生寿命终了 业力在这一生 该做了结的时候 就都没有了 神识离开这身体 这身体什么都不是 就是废的 神识 神识呢 继续按照业力 再去重新 创造下一个房子 或者下一个 你的安居处 所以我们确实要在这里 去修身 教孩子呢 要看明白这些真相 我们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 都是让他去回归那种真相 让他去认识这些道理 明白宇宙人生的这些真理 让他明白我是谁 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一生要怎么样度过 我做人应该怎么做 做菩萨怎么做 怎么样成佛 我为什么会堕落 堕落之后是什么样子 要跟他一个一个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明白了 你这父母的使命就完成了 你不仅给了他这个肉体的生命 也给了他智慧的生命 这是对他最圆满的交代 作为儿女的我们也是 我们不单纯的是在身体上 去供养我们的父母 给他好吃的好喝的 也是要导引他一步步的回归 尽最圆满的笑容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学乳家 乳家的笑不是究竟圆满的笑 他的笑呢 只能说是中笑 大笑都很难能提到 小笑呢 只是效养其身 中笑呢 可能是要有一定的地位 显扬父母的名声 大笑呢 确实要完全放下 这个小家 然后志向呢 就是成就 我们生生世世的这种笑道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整个家庭教育的过程 就是父母家长 带着儿女 不断地去断恶修缮 积功雷德的过程 所以这个跟学习成绩好坏 你教育孩子能够 有多高的地位 有多少财富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儿女挣了再多的钱 有再高的地位 他不把父母当回事 你这个整个教育是失败的 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做母亲的极为重要 这也是我们做女性的 就特别要迫切注意到 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案例 我心里也是特别难过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 怀孕 那他所面对的境界 确实呢也是 让人感到很奇特了 他的先生呢 在他怀孕之后 就决定就是 放弃这个感情 放弃这个婚姻 决定出家 所以呢 也确实就走上了出家这个路 那他现在要面对的 就是自己独立去要 面对我要生孩子 这个事情 那可能确实 这个事情可能让人觉得 是比较难称当的 因为要生孩子 那父母呢也不很赞同这个婚姻 家境又不好 自己呢也没有工作 一个小女孩怎么办 我之前就跟他讲过 我说你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方法 最上的方法 你多念佛 你阿弥陀佛 另外呢 你心里一定要善良 然后自己呢 就要承担 哪怕我身无分文 什么都没有 为了孩子 我什么都能够忍得下 你要有这种心呢 就能够感召很多人来帮你 因为做母亲呢 就是这样 那种母爱的伟大 能感染很多人 对吧 结果呢 完全不听 是该哭哭 该嚎嚎 该闹闹 我就有一天 我就确实很生气 我说你这样成天哭啊 这样抱怨呢 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为孩子想呢 你不想吃你就不吃 说不要就说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要堕胎 你这个意念就不好 你为什么不能 从母亲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呢 其实你也都二十六七岁了 在古时候 这个年纪都是已经 已经很大的成人了 那么确实就是很难 不听劝 我们假如有一句古话叫 听人劝吃饱饭 不听劝呢 确实没有办法 最后来我也很少跟他说话 反正他打电话 我确实我也就不愿意接 因为接了吧 他现在属于快到零产期 情绪很容易波动 我说你就发短信吧 你发短信 我短信给你回复 告诉你怎么做 但是这样的 我就 他那个先生已经 今天就是正式出家 前两天要打电话 然后我就跟他先生说 我说你就 交给佛部再安排吧 但是确实这个孩子 可能在他这样的母亲的教导下 也是很难 因为一个母亲 对孩子的一生的影响 是特别大的 母亲的真诚善良 母亲的这种道德 智慧随准 决定影响孩子 他不取决于学历 完全取决于他生生世世 他的修行 不是这一生修了 是很多生 他都是在修行 我们看那个苏东坡 大家都知道 他的母亲 成世啊 就是非常有修行的 一个女子 他的教育 是很成功的 教育了两个孩子 都很有名 包括他的先生 也是学佛的 所以他在 我们就观察 所有古代 这些真正有成就的人 他都离不开母亲的 那种很智慧的教育 离不开母亲 从小对他的这种寻导 所以母亲在人的一生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看他投胎的时候 选什么样的母亲 选到一个好母亲 那真的是很幸运 一个好家庭 这个命不好啊 就是我们讲 没投胎选好 你看那个 释迦牟尼佛 在兜摔天上下来 要投胎前 那是千挑万选 选看 在哪个地方投胎 得是中国 不是我们这个中国 是整个 这个 苏婆世界的中心 这个中心呢 是 无量节来 很多尊佛 都会在这儿出生的 就像这个印度啊 它那时很多尊佛 都曾经出生的 无量节来 不是这一世 然后呢 选择父母 选择这个 静范王和摩耶夫人 静范王 是整个我们 衔接 千佛之父 这一千尊佛 都会选她做父亲 这个摩耶夫人 是千佛之母 这一千尊佛 都会选择她做母亲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只是第四尊佛嘛 就是可见 她这个修行 是很到位的 非常的 有德行 所以 佛选好 才决定投胎 下来 这是菩萨 我们这就是 命不好 投胎的时候 就 你没选好 没选好呢 这母亲也不会教 自己呢 也没有这个 外面的好的缘分 所以你看这个 至少你没上学前 这个头六年 你得考母亲教啊 学校 幼儿园也教不了什么 所以母亲的教导 是非常重要的 那教子呢 又重在教母 贤母是贤子 教育子女当中 最重要的是 教育女儿 印光大师曾经跟 聂云台先生 就是曾国藩的外孙 通过信 也讲到这个问题 印光大师说 善教儿女 为治平之本 而教女有要 善教儿女啊 他是治国 平天下的根本 为什么称根本呢 因为家是国 是天下的根本 就像我们身体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组建了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家庭 就是这个社会的细胞 这个家庭呢 不好 这个细胞呢 都发生了癌变 这个社会呢 也很难能够安定 那么 治国平天下的大权呢 女人家操得一大半 以世少贤人 是由于世间少贤人 是由于世少贤女 是因为世间呢 缺少有贤德的女子 有贤女 则有贤妻贤母 有贤德的女儿 当然就有好的妻子 好的母亲 有贤妻贤母 则欺夫妻子女之不贤者 概义贤义 好的太太和好的母亲 当然她的先生和儿女 也会很好 所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权呢 掌握在谁的手中呢 掌握在这个女人的手中 所以女人呢 是确实是很重要 是所有的源泉 社会教育的源泉 在于母教 母教呢 确实是相当相当重要 所以母亲的智慧 母亲的德行 母亲的一个基本素质 就决定了整个这个国家 乃至于民主的这个素质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的国民素质高 日本人确实这样 他一结婚 母亲不管怎么样 就放下所有的工作 回家教孩子 我在我们小区里 我们的小区是很多外国人聚集的 有很多日本人 韩国人 没有工作 肯定到点准时 母亲在门口接校车下的孩子 没有一个是保姆接 全部都是母亲亲自接 或者接一个 或者接两个 或者接三个 最多的三个四个孩子 都是母亲自己接 然后一下校车 母亲拿着书包 陪孩子回家写作业 日本人 日本人 我在深圳这两年 都是如此 看到的 中国就完全相反 保姆 司机 也是同样的一个国际学校 都很多司机开着车来接小孩 再就是保姆 再就是爷爷奶奶 做妈的 做母亲接的很少 所以你能看到这种 教育的不一样 所以这句话呢 真的是震荣发聩 让我们能够去反省 怎么样去把这个社会的教育的源头 做以改良 改善 那么这里也提到 周朝的开国三太 太江 太任 太四 我们都知道 太江是文王的祖母 太任是文王的母亲 太四是文王的妻子 周朝之所以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 成为最长久的一个王朝 有八百年的基业 根基就是这三太奠定 三太的教育 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母教的典范 所以那个确实是很不容易 你像文王的母亲 怀文王的时候 眼不是恶色 耳不听银声 口不出傲言 不好的东西不看 不好的声音不听 嘴里不随便讲话 乃至于这个肉啊 没有切方正了 他不吃 古人是坐席子 不是坐椅子 席子没有摆正了 他不坐下 一切全都是规规矩矩 板板正正的 心里也整齐 外面也整齐 就没有不方正的 我们现在是全部东倒西歪 乱七八糟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同学家里在一片混乱当中 还能够找到他要的东西 他不是真是让我佩服 因为我一进去看了我就觉得我都演誉 柜子上桌子上桌子上椅子上 反正只要有平面的地方全是东西 然后呢随手就能找到要的东西 那我看了我就会演誉 因为东西有大有小啊 家里人也多呀 有先生的东西 有孩子的东西 可能还有用人的保姆的东西 那怎么呢 就能找出你要的东西 在我的概念中 应该所有的都是很规矩放着 或者在盒子里 或者在抽屉里 或者在柜子里 平面上是不能有任何东西的 这是我的家一定是这样 我确实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说你这个修设的确实比我要高 我是修行不容易 因为我只能在这个很干净的状态中 完成我这个这个至家的这个方式 你在很乱的状态中 还能保持容容不动 确实修行境界是很高 我这也是哈 跟他商讨了两年多 没有什么成效 今天就反省 人家修行境界比我高 确实不需要收拾 我这境界不行呢 确实得从收拾开始 我上大学就有一个毛病 我们是他个人睡一个屋 很很小的 就上下铺 一共是八个人 这边四个 这边四个 那个我一定要把桌子都收拾干净 然后把地都拖一遍 把所有的床铺都帮他们摆干净 我才开始在这里学习 所以当时我们寝室同学 最欢喜的就是我在寝室上 就是学习 我没有到图书馆 因为我在寝室学习的时候 我就会把整个寝室 大清洁一遍 然后我就坐在这儿我就觉得开书很安稳 要是桌子很乱 这个屋子没收拾干净 我就觉得我就看不下去书 所以这个是很让人就觉得自己要反省 修行不够到位 那么我记得上个月我跟我们同学 我还说 下个月我希望再见你们的时候 一个作业就是你们所有女众 有女同学呀 有家庭的 都把你们的内务整理好 这个家一定要干净整齐 所以要跟同学重新商量一下 是不是修行境界高的 就不用收拾 那么 在整个初子之家格言当中呢 他都强调的是这种基础的家庭教育 像这一段讲的就是家庭教育的核心 要把教育孩子放到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工作当中 不是是光给他吃好的喝好的 要教育他的这种生命呢 教育他怎么样去学会做人 教育他怎么样去修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皆是以修身为本 这是大学里所讲的 修身呢 逼不开格物 智知 诚意 正信 这八个字 那么 这八个字做到了 当然呢 我们前面讲 修身 物极智朴 也就做到了 后面所说的 勋子要有一方 也就做到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认真地体会 所以格物呢 就是慢慢的要减少自己的欲望 无欲则刚 少欲知足 人的欲望越少 生活应该是越来越快乐 智知呢 就是要明白真实的道理 乃至于诚意 正心 那么所有的修行呢 都要从心地上开始起修 不能够有任何的对立 所谓一修一切修 一智一切智 一平一切平 你把自己修好了 外面的所有的环境 也自然而然好了 那么和谐世界呢 当然也就能从我们 自己修心开始 那再来我们讲下一句 第17讲 物他逆外之才 这一句呢 和下面这句 其实讲的都是 下一句是 莫饮过量之酒 跟我们学佛的无界 都有关系 这个是讲 不偷盗 下一句呢 讲的是 不饮酒 物他逆外之财 就是不要贪呢 不应该属于你的财物 那财呢 包括钱财 也包括东西 两方面 什么叫不偷盗呢 不偷盗呢 就是不予取 所以不予取呢 就是不给你的东西呢 你就不应该拿 不是你的东西呢 你就不要有这种 非恨之想 那不单纯是东西 就是任何一点 占便宜的心 都没有 我们可能把偷盗啊 都理解得很简单 就是好像顺手牵牙 拿走这个东西 所以偷盗 或者是故意的想去 这个偷盗 不是这样 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在单位 工作时间内 做私人的事情 是偷盗单位的时间 我们做了 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 我打个比方嘛 比如说这个文件 不应该你看 结果呢 你就偷偷翻给你给看 这属于倒看 不应该你去 进的房间 你进去了 这也属于偷盗 所以这个 不偷盗的范围呢 是很广的 它小至一针一钳 都要让你 能够生起这种概念 不随随便便的去取用 人在一切时 一切处啊 一切处啊 都要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安定 不要像兔子一样 蹦来蹦去 所以有一些 好奇心啊 有一些 总是有一些诱惑呀 这就不可以 那么这样讲呢 这个 京剧所涵盖的范围呢 就比较 广泛 也很严格 在太上感应篇里 这是道家的一部 重要的英国典籍 它重点讲的是 财物了 说到去 非裔之财者 譬如 漏斧救鸡 镇酒止渴 非不赞保 死亦及之 非裔之财呢 就是指意外之财 不应该属于你的钱财 你给它偷盗 比如说 在单位 私自拿了回扣 或者是 拿了不应该拿的钱 就像漏斧救鸡 镇酒止渴 漏斧呢 是指挂在乌檐下的 那个干肉 因为有雨水呢 就是一下雨的时候 雨水会滴 那个干肉呢 就会变腐烂 就会变成毒肉 那你很饿呢 你去吃了这种毒肉 好像是 暂时缓解了饥饿的感觉 但实际上 你的性命都没有 就搭进去 镇酒止渴呢 这个镇酒 这个镇呢 是一个有毒的鸟的羽毛 放到酒里 你喝了这种酒呢 好像是暂时呢 止渴 但实际上 也是命就没有 这都是讲啊 这个人呢 没有智慧 虽然 也好像暂时 缓解了饥渴 实际上呢 已经是死期已到 为什么从这里讲起呢 因为人最放不下的是 对钱财的执着 就像我们那个 要生孕的那个小女孩 跟我讲 老师我没有钱 我说我呢 也可以帮你 但是是在能力范围之内 因为其实呢 虽然拿的是我的钱 其实花的还是你自己的福报 你命里有多少 就这么多 别人送了你眼前的 别人给你买的 别人放了你这里的钱 其实全部都是在你的命运的那个存折里 你命里存折就是十万 别人给你送了十二万 多这两万呢 你就承受不起 你的命就没了 就这么简单 不是说 哎呀 这真是好事啊 我是白掉下来十二万块钱 不用自己花 这是错误 所以你看我们会有一些案例 有的人得那个 中了这个大奖 一下子中了一千万 一个亿 突然心脏病猝死 就死掉了 有的人刚刚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突然出了车祸 这说明什么呢 他命里没有那个财 他确实消耗不起 还有的人呢 做企业 赚钱 他那个命里只能赚到五百万 一过了五百万 比如赚到六百万 他就要进医院 去把这个当成医药费给花掉 花了一百万差不多了 他就病就好了 再回来 因为命里只有五百万的命 所以人呢 首先要把这个财呀 看破 看透 真正看透了 你第一个 绝对是自在 你一点都不忧心 我们就记住 我们还能在这个世间 活一天 你就有活一天的资产 你去要饭都能要到 你说我到点了 我确实我没有钱了 你活不下去了 那你确实你也就 你确实你不应该在这世界活了 可能要饭都要不到 所以要饭要到的 也是你命里本来有的 就像我们师父上人讲 老法师讲 你去偷到的那个钱 没有被警察抓住 其实都是你命里本来有的 你不去偷也行 你干嘛一定去偷呢 有的人用了种种非法的手段 赚了一个亿 还特别美 哎呀 我就是意外扑 其实他不知道 他命里本来是五个亿 这个一折腾呢 损坏了他的福报 打了好几折 变成一个亿 他还挺高兴的 所以人就是 确实是很愚痴 我在那个 我移民香港啊 因为也是有那个投资的 账户 我真从来也不看 一年 可能就去年 那个投资经理 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前约他打电话 好不容易连向我 问我要不要换股票 我说随便换不换都行 你愿意换 你就给我出一个建议书就换 你要没时间出 不换也行 他说哎呀 那个陈小姐 你担不担心 我说没什么可担心 你命里有他就有 确实你命里没有 你这几只股票 你折腾来折腾去 都不够那个手续费的 对吧 我确实也没有时间去管他 我自己 就是从学了函自训 最受益的就是这一点 大概是十年前 我学了两盘思讯 我领的那阵在中国北方 在这个大迷 我领我的员工 反反复复读了五六遍 每天咱们都读一段 读完我给我的员工讲 反正员工可能不知道听不听明白 我就把自己讲五遍 讲明白了 两盘思讯我就从头到一讲 反复讲了五六遍 就知道所有真的是都是命中注定 确实像佛说的 一饮一浊莫非前定 你能喝一口水 你能去吃一粒米 其实都是命里有的 你命里没有 你什么都喝不上 也吃不上 我们能到这块来讲课 钱是你种的法源 这一世人家才让你在这讲 钱是没有种 这一世你求也求不来 生生世世种的因 然后这一世只是用这个果报 这一世再继续种这个因 来世受果报 所以欲知 钱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你就不用找任何人看命 算卦 你就看看自己现在的 所享用的 再看看自己现在在干什么 大概前前后后就都明白了 自己就会很安稳 你就会很欢喜的去布施 很欢喜的去做好事 特别高兴的去做义工 特别高兴的去帮助别人 随时随地都会愿意帮助人 你过上山 看见那个老人家上山很吃力 我们把车停下来 宰他一程 以后将来人家也会宰你 看见马路上有这个张纸捡起来 赶紧弄到垃圾桶里 你将来遇到的这个所有的境界都会很干净 你就随时随地都会愿意去做好事 不用任何人劝 你绝对不愿意去做恶事 所以看到那些福报低的 没有福报 还想学佛的 没钱 钱是布施太少了 布施少 这一世想学佛 没有这种自用的自主 想出去餐学 没有钱 没有这种旅行费 想帮助别人呢 也没有钱 想去买点什么呢 也没钱 钱是供养布施太少 你看我们这一世 能够学佛 尤其是能够听到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 我们修善儿老人家就说 在经本里头讲 佛说的无量节来 你供养了 无数的佛 你这一世善根成熟 是所有你供养过的这些佛 加持 你欢喜念这句佛号 你少供养一尊 这一世你都不愿意开口 念这句佛号 你就不爱念它 你也不想听 少供养一个都不行 就跟那个烧开水似的 差一度不到一百度 它就不开 你就必须得烧到一百度 所以确实是如此 我记得我在好几年前 到那个西藏 我们那边去旅游 也不是旅游了 我们去有个开会 去开会 然后呢 我们是在每一座高山上 然后很多小朋友 就西藏那小朋友 他们跑过来 就是跟我那个要钱 我说要钱可以 念阿弥陀佛我就给你钱 有的就很高兴 念好几声 我就给他十块钱 有的就不念 从头到尾就是 我宁可不要钱 我也不念 我就瞅着你 就是不念 那小孩就是 我说你能念吗 能念也不念 就是这样 所以就像我们师父讲的 就少供养一尊佛 你都不能念出这句佛号 你都不爱听这句佛号 所以我们做事情就是这样 在财上的这一关呢 要先破 能够把对财的执着先放下 你就至少自在了一大半 然后呢 再对物的这种执着 对你喜欢的东西的执着 对法的执着 有的人是财能放下 但是对法呢会有执着 这些呢都要放下 那么这里呢 他都讲了 中国是在这部书里 讲了很多公案 关于美国发生的一些金融丑闻 这都是好几年前的 大家可以看书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一些果报 这是我今天在背课的时候看到的 偷盗的果报呢是很惨的 他是在受食善戒经中 讲了关于不语曲的一些果报 那么还有十分钟 我给大家讲几笔 第一个 第一个偷盗有十种恶的果报 第一者 盗报 必定当舵 肉山地狱 死后啊 你犯了偷盗的果报 你比如说你做企业的 你故意的漏交活税 那你国家越大了 你越惨 要在中国呢 你就等于是欠了十几个人的 这种碎款 那这还好 你如果是在寺院中 你到三宝物 我到寺院里随便 拿一片树叶 拿一个花果 拿一针一炒 你走了 没有经寺院的常住的土匿 一分钱不给 随便在寺院吃顿饭就走掉了 你等于是欠十方常住物 这个就没有办法还了 必定当舵肉山地狱 肉山地狱是什么样呢 肉山罪人 相如大山 有百千头 于一一头夹 生肉群 百千铁狗 从铁山出 说这里的罪人 跺到那里的罪人 他那个 那个脖子上面呢 头啊 有很多 他长很多头 长百千的头 每一个头上呢 都会生那种大的肉球 有很多的铁狗啊 从铁山中出来 争相呢 去吃他这个头 那么这个铁狗的嘴中呢 会出很多铁钉 从罪人的头顶到进去 然后从脚跟底下出来 剥取七皮 敷百千有寻铁刺之上 把这个罪人的皮剥下来 给他敷到这个铁刺之上 身体经历的痛苦 要长达八万四千年 昔如刀割苦痛难处 世民第一偷盗果报 所以这个时候 言论网就呵斥这个罪人 说你喜欢偷盗 以至于现在受这个苦 你还觉得是乐吗 你要百千万节 都要偿还他人的债 终不能还净 是很苦的 所以我这只是举其中一个来讲 因为我们在做人的时候 是有的时候是很麻木的 你只是看到我们 短暂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就像看电视一样 只是看到这一个画面 你如果按几个频道啊 你看看其他画面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将来是要受这个苦 你绝对现在就不做这个事情 我今天在配课的时候还讲 有一个僧人 偷到了寺院里的东西 所以死后呢 经过投胎之后呢 他就投胎为牛 就被这个寺院呢 寺院有一次就买了很多牛 来这个拉这个地 其中呢就有一头牛 就是他投胎了 那这头牛呢 走路的时候呢 总是很慢 就夺着布啊 跟前面的牛 就会拉出很大的距离 所以呢 寺院里的这个僧人呢 就说 哎 你看 这个头牛像不像那个 就喊那个 他前世的名字 一说这个牛 马上就扭头 就哭了 后来这个僧人就说 哎 如果你真的是他投胎的 你现在啊 你转过来 你跪一些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牛马上转过来 就跪在地上 后来就知道 他确实是这个 圣人投胎了 还这债的 因为要给寺院里耕地 还这个债 后来军队呢 需要 增一批牛 到军中做军事 部队呢 交到寺院各地去增 这个牛就下着柯拿跑 就跑 最后这个僧人呢 就跟那个部队的讲 军队讲说 就免增了他吧 因为他是 前世僧人去投胎了 这个牛听到之后 真的就嚎哭啊 就跪在地上 所以人生生世世啊 都是在这种 不自觉的这种 麻木状态中犯错误 然后去要受这种苦果 确实是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 在这里要惊醒 决定决定不做路 儒家讲得非常好 你能够遵循 儒家讲的这些 经典的道理 你至少做人 是有保证的 来世同胎 你肯定能保证做人 做人还是挺好 不会有这种 太痛苦的感觉了 相对来讲都还好 这空间维持也是不错 所以这里讲啊 万般带不去啊 唯有夜随身 生前枉费心千万 死后空直守一双 你生前费尽心机 挣得千万百万 死后双手空空 一分钱都拿不走 一杆币都拿不走 那我们又何必去做辛苦呢 所以有很多人说 为儿女打算 真是错了 儿孙自有 儿孙福 儿女的福报 是她自己修的 不是你给她修的 你给她留下金山银山 她没那个福报消啊 她没修这个因 她全部都消除不了 所以你要帮助她 修她这个福报 而不是给她钱 给她钱是没有用的 那唯有夜随身呢 只有我们自己的夜力 会一直跟着我们 生生世世 都不相舍离 从灯上呢 就制止自己的这种贪念 有钱呢 多做善事 不要有钱呢 就想着给我的儿女啊 买好吃的 好喝的 有钱帮她做善事 带着她一起做善事 吃喝差不多够了 就挺好的 就不用太 在这方面过于的去 过分的执着 鲁家讲 她没有让你断愈 没有让你断愈 让你少欲知足 欲望少一点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要太过分 我有十万 十万呢 我有留下来五万够花的 那还有五万呢 我可以帮助别人 不是说让你十万都舍掉 儒家不是这样讲 所以让人做的 也是很自在 不会有太多的烦恼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呢 学习到这里 那么下个月呢 就是明年 我们再继续学习 好像讲得有点慢 我们下一次 再争取 牺牲点素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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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